今年6月29日,IHI向防卫装备厅,交付了XF-91的战斗机发动机,即使XF-91是原型发动机,它的推力也超过15吨,等于或超过世界上其他现役的战斗机的发动机推力,例如美国的F-15和俄罗斯的苏道35。 过去,日本无法独自开发出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发动机,日本在FSX计划诞生了后来的F-2战斗机,上而无法占据主导权的原因之一,就是无法自行研发发动机,并且不得不依赖美国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我国的航空发动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,万众瞩目的尖20战斗机终于开始批量生产列装部队,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,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但是在高兴之余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,那就是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,至今还没有能够实现突破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我国军事工业以苏联技术援助起家,擅长立项纺织,在过去解决了多个领域的有无问题,甚至有轻武器专家,以山寨之王自居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但涡扇发动机这个工业王冠,应用有各种新理论,新材料,新工艺,要做到知其然都难,可以说是无法简单复制的。 甚至,在没有操作受策的情况下,要将涡扇发动机正确拆开都困难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这方面我国是有惨痛教训的,例如太航涡扇发动机,其核心机就源于CFM56。 太航发动机在05年完成设计定型,但8年过去了仍然问题不断,只用在双发的歼11战斗机上。 单发的歼10战斗机,对发动机可靠性要求高,直到歼10B量产,歼10系列战机都只能采用额GAL-31FN发动机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中国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发展,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提升的,目前还任重而道远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一些大国不希望,甚至阻挠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,但实践证明,中国的强大,没有谁能阻挡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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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